花蓮市民代表会市政总咨询的议程进入了第四天 副主席李政伟是代表蒋邦法、陈慧清以及平岛布地 分别针对了交通、市容观光以及市政建设提出了建言 花蓮市民代表会15号继续进行市政总咨询议程 首先由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李政伟进行咨询 他针对了市区内公共建设提出建言 希望从改善路灯开始朝向智慧城市目标 智慧城市这种东西就是用互联网、人工智慧以及5G的技术 来串联我们建筑、能源、生活还有基础设备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 那希望透过我们花蓮施工所来努力的撰写计划 向上级单位包括花蓮县政府、包括行政院 甚至我们的花东基金来争取相当的预算 对我们为我们花蓮来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基础设施跟基础建设 还有未来的一个规划不能单单只以眼前的一年两年来做一个规划 那必须以我们民众的角度10年20年哪怕是50年都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性来作为建设 市民代表讲方法正是在道路规划及公共活动空间提出的看法 我的重点是希望说我们建设客不要抱着法条不放 因为大城新村是住宅区 可是那边因为早期的时空背景不一样 我们那边的篮球场是既有的篮球场 所以它需要维修 它现在给我答应说要 国有财产局的说是他们的地 画是不错啦 以前是为登陆地变成国有地 那个大城新村是国家早期这年代久远 可是现在这个篮球场已经年久失修 会产生一些危险 我们是不是要用工厂去把它修缮完成 给当地的居民有个运动活动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太法条了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它做好 市民代表陈慧清也在人行道真涉及施工品质安全方面提出建言 希望可以让市民朋友行的安全 我今天就提出了一个议题 就是最近我们的人行道 还有很多下水道的施工问题 那因为这些施工造成我们用路人的行车不安全 再加上我们常年诟病的这一个路面不平 我们的民众这个运生载道就是我们的马路永远都没有平整过 那我针对这个部分对施工所在施工品质控管这个部分的要求 强烈要求他们一定要去把这一个品质去控管好来 然后再来最近就是非常多的县府的施工单位 它的安全公安的部分 我要求我们施工所一定要会同 不管是县府的建设科或下水道科 他们的公安部分一定要注意到我们民众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最后是由市民代表平岛不定来进行质询 他除了针对原住民聚会所设施提出改善要求 也希望工所能够将左仓运动公园营造出更亲民的休闲环境 因为花联市现在有已经要提案五个聚会所 都已经在进行发包 而且第一个华东波罗今将完工 但是它很多缺失还是有待改进 像草皮部分还有土地的落地高差的位置 还有水泥 那个雨水方面的清雾方面 这个都是要立即改善 因为毕竟八月份就要封年季了 我希望是花联的第一个机会所是非常安全无力的 再来就是左仓公墓 很多人已经延宕很久了 他已经化设我们的运动公园 但是他的所谓的签障方面还是非常的慢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很多区块 别的像三重区还有高雄市 他已经把公园 不应该讲公园 墓地变成公园 有的甚至有建设到林姑塔的部分 所以我想给市场一个方向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公所相关科事主管都已给予回复说明 并表示只要是公所管辖及人力范围 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借许立琴华联士报道